大家好,我是小薇,欢迎观看本期养生驿站 衰老是一个人必经的一个过程 虽说每个人都会衰老,不过对于男人和女人来说会有所不同 男人40岁还是抢手货,但是女人40岁就成了黄脸婆 尤其是女人过了40岁后,月经就开始罢工 脸部逐渐衰老,可以说是女人最为明显的衰老的表现了 那么我们脸上哪些部位是最需要防衰老的呢 一,眼睛,都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眼睛是最能展现女性魅力的地方 但是也是女性朋友最先衰老的地方 随着年龄的增长,眼睛经状体开始出现变化 眼睛开始变得浑浊,眼部出现细小的皱纹 主要表现有视力下降,眼睛昏花,到最后老花眼也就出现了 二,额头,抬头纹也是岁月留下的痕迹 是人体衰老的标志之一 我们要保持充足的睡眠,预防气肤发生衰老 三,鼻子,最明显的就是鼻子旁的那两道法令纹了 如果有非常深的法令纹,就会让人有种难以亲近的感觉 所以女生朋友要注重保养好我们的脸部,赶走衰老 好了,门期的分享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,我们下期再见